MING PAO BIT MING PAO BIT MING PAO BIT 好熱 開個電風扇好了 奇怪 怎麼不會動啊 不然我換別檯好了 啊 要不要摸摸摸 看一下 欸 你們用倒楣啊 怎麼可能用了兩台 大家好 我是柯辰服務人人 發生上影片的情況時 當插座不能使用的話 請先試試另外一個插座 以釐清到底是插座有問題 還是電氣有問題 那我先換別檯 插座看看 沒錯 兇手就是他 好涼啊 為什麼插在這邊就可以運走 可是插在另外一頭就不行啊 當確定是插座有問題之後 首先請先檢查插座本體 插座是否鬆動或燒毀 以及插座後面的思路 是否收動 燒毀 脫落 是的話呢 要請專業的電工人員檢修 如果沒有的話 請先檢查家中的開關箱 開關箱內部的無融資開關 是否有跳坡 跳坡也就是跳電 這種情況是當家電負載太高的話 無融資開關會自動啟動負載保護的一個現象 如果有跳坡的情況發生 要先查明線路是否有轉路的情況出現 再檢查插座是否負載太大 在排除以上問題之後 可將開關箱裡面跳坡的無融資開關 先換至ON的位置 則會送電至插座 最後如果沒有跳坡的話呢 還是要請專業的電工人員檢修喔 在這邊提醒大家 如果家中的總開關 或是分路開關 經常出現跳電的現象 大家要注意 是不是電器使用的太多 造成用電量速度過大 或是導線過多 有出現漏電的現象等等 下電時一定要先關閉部分的電器用品 避免繼續同一時間一起使用 第二的時候 應該要重新配置電線 不能夠換裝較大的開關了事 否則導線與戲劇都有損毀的可能喔 甚至有可能發生火災 這是非常危險的 感謝大家的觀賞 如果對課程內容有任何問題 歡迎到華人機電產業平台的討論區發表與討論喔